2006年 当初一首认真的雪 可以说红遍的大街小巷 而演唱这首歌的主人龚靴之亲 雪在沉寂了近十年才在国内铭城大造 而这个在外人看来 走着神情绅士疯的男人 在红遍大街小巷之后 被阴险女友的曝光 一时间人雪崩塌 而距离他风头正盛时期 也仅仅只过了两年 就开始凉凉 近日 雪之谦参与综艺火星情报局的录制 在节目中因为有人一句喜欢你 而泪撒满面 更是在节目中喊泪 谈起自己的前段时间观音室 一句我相信我的故事 有一天会被别人看到 大家会知道真相 我不着急 让人也不禁猜测当初一时间的渣男 人设到底是真是假 当初薛之谦复合前妻 但是却卷入于前女友彩产纠纷 以及脱胎时间 而薛之谦也并未做出更多的回应 娱乐圈得起起伏 不也就被掩埋在了浪涛里 此番薛之谦更是表示参加火星情报局 是不仅次来 因为爱的深沉 更是在最后的一句 我们会尽力把你们逗笑 更是一时间让全场嘉宾主持人 以及不少观众累吗